咱实话实说,这个车确实不便宜 我觉得它确实值那个价格 大家好,我是老万 我们和其实日服共创的基于700P底盘打造的新卡房车舒服一家 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 其实我们这台车有两个布局 大家之前看过我其他布局的视频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另外的一个布局 同时我也想有情提示大家 我们前十台车是终身至宝的 那么我们身后的这台车就是我们的一号车主 船长大哥 在这也要特别感谢他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用他的车给大家介绍这个车的新布局 我们之所以选择50700P这个底盘 其实就是看中了这个底盘的大承载量 还有就是整个车的稳定性 那么您观众老外之前的视频 其实您也发现 我们之前用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 行驶了一万三千公里 从内蒙进入新疆进入西藏 然后我们走318 从成都这个方向回来的 把这个车开回了天津 通过我们的检验 无论是高原的条件下 还是我们平原的条件下 这个底盘依旧保持它的稳定 同时我们都知道 对于防车来讲 水路电路的稳定也很重要 我们这次去了火焰山 经过各种温度的测试 包括高原测试 它的水路电路完全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开我们 舒服一家的通车 所有看过老外视频的 都觉得这个车的霸气十足 我们这个车 这个沙漠黄的涂装 是车主人家自选的 我们还可以配其他的颜色 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车前面的配置 从上往下我们看到 首先大家可能映入眼帘的是 这个穿越灯 这次我们去新疆夜车的时候 这个确实穿越灯是 很好的一个辅助照明 另外我们这个车上面 有一圈的防罩杠 这是保护太阳温暖 也是保护我们车体 那么大家看这块 有一个牛头杠 是一个防罩梁 我们前十名车友 我们是赠送的 这个位置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其实也可以安装一个脚盘 我们看一下车身 这一侧的配置 这个遮阳房 应该是我见过 我们的房车圈最大的 4.5米的遮阳房 这个下雨阴天的时候 我们下面活动的空间 就会很大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 这个是逆电器舱 我们这个车是配备了 两个逆电器的 一个6000瓦 一个3000瓦 起到一个备份的作用 所以说电路的使用 稳定性非常强 另外我们看这边 这是房车的专用门 这是踏步 我们这个车采用的是密码锁 每个人起到了车之后 可以修改一下自己的密码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 把钥匙拉在车里了 这个位置 有一个220伏的一个插座 这是一个输出口 因为从这个位置 就进入了我们的厨房区 那么这边有两个 两个是可以通过重力去加水 我们这个车是有两个清水箱 其中加在一起 总共水的量能发到620升 那么我们这次新疆西藏行 也发现一个大的水箱 确实能够让你房车生活 用水用得非常的任性 那么这两边 大家留意 还有两个小口 一个是自吸的加水口 一个是放水口 那么我们在外面做饭的时候 这个位置进一个快接头 你就可以入水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位置 这也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发现 这个储物舱里真的能装很多的东西 如果说您两个人常年出行 这个储物舱和我们的这个水电配置 是一定能够让你实现长途旅居的 我刚才说这是我们的厨房区域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户外的抽拉的厨房 平时不用的时候 它是抽进去的 那么这边有一个枝腿 它的稳定性很强 这边是一个挡风板 我们选用的是高原版的柴油罩 柴油罩的油箱在这个里面 这个油箱是可以做到10升 10升是什么概念 你基本上用它炒菜炒 半个月一个月应该是问题不大 那这边是它的一个水槽 我们这个水槽的水 就是刚才这个快接口接好了之后 就直接可以用 那么其实咱们整个后面和我之前的车比较 它其实是也是做了一些改变 首先那边两个大的储物箱 真的能装非常多的东西 另外就是升降的摩托车架 这个位置这个摩托车架 大家看我在西藏的视频 你会知道我那摩托车是非常重的 而且我们也试过 我整个人站上去完全没有问题 你只要摩托车200公斤以下 它都是能够拖拖的给你拖起来 这是有一个小心思 大家看这团长两个字 也就是说未来您买我们的车 我们在这个位置都会给你刻上网名 给大家说一下车的左侧的配置 我们看这是一个试电的一个充电口 我们这个车标配是20度电 长长大哥自己选了10度 这个车目前做到了30度电 上面有2300的太阳能 在这种配置的情况下 你是根本不可能缺电的 我们这次心脏之行 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一路上我们没有充电 然后我们大家再看一下这 这也是我们针对我们中老年车友 做的一个设计 因为很多老年车友都喜欢喝茶 那么喝茶的时候 都是会买那种桶装的水 我们这边其实设置了一个自吸的加水口 你买了桶装水之后 可以通过这个位置 把水加到我们房车里面去 我们里边给大家设置了一个 自动泡茶的一个装置 其实很无奈的跟大家说 这种轻卡底盘作为房车来讲 它的舒适度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要给车友提供一个 无论是开起来还是生活起来 都比较舒适的房车 你就是一定要给它改造 你比如说这个驾驶室 我们做了包覆之后 它就比原来的状态要好太多太多 另外就是有两点 也是轻卡房车的一个弊端 一个就是它驾驶时的噪音大 另外一个就是副驾这边 它特别的容易热 那我们通过这种隔音降噪隔热的处理 这个已经打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水 现在我就跟您说 我们这个室内的泡茶解决方案 很多车友都喜欢喝茶 那么我们这边给大家留了一个小茶台 这边就是一个既热型的热水器 可以直接泡茶 它的水就是刚才我在外面说的 直接我们买的桶装水 可以加到这个位置的水箱 这样你泡茶不需要你冻水 也不需要你倒水 这样喝茶就比较方便 另外这个卡座大家发现 对面我用了乘用车的座椅 乘用车的座椅它前后可调 它坐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倾斜度 这样坐起来也比较舒服 那我们再看看车前部的其他的配置 额头床我跟大家说两点 第一就是我这个高度达到了80 一般身高的人都能坐直的穿衣服脱衣服 这一点有房车旅行经历的人都会知道 这个非常的重要 第二就是我们选配了一个天窗 它增加了一个照明光源的同时 它也增加了这个额头床的通透性 那么通过这次心脏之行 我们这个室内的这个厨房区域也得到了检验 275升的冰箱你装满了之后 我们三个男人可以半个月的东西就基本都够了 那这个位置其实也有一些小的改变 首先我们依然保留了这个上下的升样的吸油烟机 吸油烟的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位置也有一些放流量降速的地方 同时这个台面扩大了 我们把洗手盘搬到了这边 其实前面的布局和我之前的样车差不多 那重点是咱们这个位置 我接下来给大家说说刘娜先变化 通过这个位置大家就看到了 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 卫生间我们从这个右边移到了左边 整个的空间就会更大 这也是我目前在房车里 见过最大的一个房车的卫生间 而且我们这个一号车主 它配备的是一个智能的马桶 如果您也需要智能马桶 这也是可以选配的 那么这个卫生间整体的设施也比较齐全 这个是加热的毛巾架 我们这一路上也亲测了 它最高的温度可以达到75度 就是你的一些内衣 在外面亮的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上面有一个松下的新风气头 保证了我们室内的空气一直是洁净的 洗澡的时候给大家做个友情提示 这个帘一定要拉上 因为它是挡水的 卫生间的对面和之前不一样的是增加了一个大衣柜 所以我认为这个布局更实用 就是你一些大的衣服是可以放在这个里面的 下面这个位置呢 你有几种选择 可以放蒸烤一几机 也可以放微波炉 这个是船长大哥自己家的一个蒸烤箱 他就放在这个位置了 那么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小棍 你可以放鞋呀 或者放一些生活中其他的东西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到最主要的后面这个红床 床的下面我们依然是配了一个3000个洗红一体的洗衣机 这个洗衣室我们下天的衣服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就是到后面的这个红床区 大家看我做到这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高度是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这个两边大家看到有两个窗户 它整个的采光就很好 这个床尾依然是配备了一些柜子 增加了这个车的储物空间 还有就是我们整车上面的一圈吊棍 其实因为700匹底盘 它这个承重性强空间大 这个吊棍做的也是比一般的房车都要大的 我们这一次心脏之心三个男人所有的东西 全部完完全全全都给放下了 没有一点的压力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车的内外布局 咱实话实说 这个车确实不便宜 但是这个车的整体配置和目前这个车的状态 我觉得它确实指这个价 如果您也想长期在外面旅居 实现水电无忧 那我觉得这个车其实是非常适合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